大家好,欢迎收看《恶魔阿姨》,我是Jay 无字天书相信大家没看过也肯定听过 而世界上的确真实存在神秘天书 内容至今无人能破解 世上无奇不有不管任何事都会有你我所想象不到的事情 这次就来聊聊关于神秘的书籍 相信大家常常听到所谓的无字天书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有先见知名的先辈为了留给后人一些线索 通常都会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记载 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 无名的变化让文字和符号意义与内容都发生了改变 些人所留下来的文字变成像天书般的存在 这次聊的神秘天书看看大家能否揭开其中秘密 先来看看第一本福尼契手稿 书名福尼契来自名为菲尔佛雷德福尼契的美国人书商 他于1912年在意大利买下此书 这本号称世界上最神秘的书用上等牛肚皮纸编写 共240页 手稿内的每页最少都有一幅插图 却与内文完全没有关联 让研究家们疑惑到至今 于2011年透过放射性探定年法检测出 其书乘于15世纪初 估计在1404到1438年间编撰 可信度达95% 里面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植物还有女人在馆中洗澡 跟被奇怪的机械困住 还记载了当时没有的天文学知识 于2005年被保存在耶鲁大学拜内课密集与手稿图书馆里 也被称作无法被读的书 所用的语言连最尖端的密码密语学家至今都无法被破解 包括二战期间英美顶尖解码专家都积极研究过 但是未能解读出枝字片语一连串的失败令 福尼契手稿俨然成为密码术历史中的圣碑 不过密码专家们仍然坚信它是有规则的 只是它的密码可能很多套 所以很难破译 每个章节都有惯用的名称 像是草药每页都显示了一种植物部分 段落描述了当时欧洲的典型草药 部分插图比其中医药章节的草图更大更清晰 而天文含有天体图 其中有太阳、月亮和星辰 与天文学或占星术相关 其中有十二张图绘制了黄道十二宫的星座标记 两条鱼代表双鱼座 一头公牛代表金牛座 手持弓箭的战士代表射手座等等 每一个符号都画 有三十个女子捧着一颗标有名称的星星环绕着 图中大部分的女子是裸体的 章节最后两页是水瓶座和摩羯座 一月和二月的星座已经缺失 而白羊座和金牛座的两页 已经撕裂为四张图 每张各有十五颗星星 有些图案是画在可折叠的书页上 再来是生物学 大量的文字配有插图 主要是裸体女子在水池中或盆中洗澡的样子 这些池或盆是用管子连接成网状 其中部分可以容易看出像人体的器官 还有宇宙论 章节里有很多圆形的图案 但都很模糊 这一章节也有可折叠的书页 里面有一页可展开为六页 包含一幅以铺道连接的九座岛屿地图 其中还有城堡和一座火山 在医药的章节里 有很多带标记的图画 有各种植物的部分 像是根部、叶子等等 物体都类似于药物 在书页旁有文字说明 最后是配方 内容有很多很短的段落 每一段都有一个花形或是星形的标注 最新的破解尝试是来自加拿大 艾伯塔大学的格雷格和布莱德利 两人将400种语言样本 利用人工智慧演算法 让AI去判断哪一种最符合语言的规则 尽管最初怀疑手稿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但演算法的结论 最有可能是80%符合西伯来文的语法 格雷格说真的让人惊讶 原本以为是阿拉伯语 然而知道是西伯来文还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是如何破译内容 两人仔细看AI系统的输出结果 并对弗尼契手稿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以英文呈现的那句话是说 他向牧师、家人、人民提出建议 但这句话的文法并不通顺 两人希望懂古西伯来文的语言学家 能够一起帮忙翻译 不过也担心其他人会因为偏见 而否定他们的发现 目前两人认为有一些字符是可以对应的 包括狭窄、农民、光、空气、火等名词 使两人认为手稿确实是中世纪的炼金笔记书 如同其他破译者面临到的质疑一样 两人的研究受到怀疑 他们承认弗尼契手稿中的文字太杂 重复的字符太多 不像流畅的文章 这意味着可能最终只能破解手稿上的名词 不过在内容的吸引下 依然有许多学者在苦苦钻研 希望能早日找到破解内容的方法 也正是因为内容超越时代性 决定了他们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希望这本神秘的书籍可以早日被世人所解读 第二本神秘天书名为《奇迹》和《奇迹》记事 于1557年由法国人文主义者康拉德所写 里面记载着亚当和夏娃到罗马帝国 与欧洲从古希腊时期到古罗马时期所有的奇文异事 内容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里面记载大量的生物 并且有着精确的图画 其中也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生物 像是犀牛、大象与骆驼 里面也有变种人、海怪与其他的怪物 其实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有趣 但也相当让人感到困惑 因为有事实也有奇幻的东西 内容描述了真的事件也有超自然现象 例如里面有不明飞行物体非常神秘 第三本天书是红书 由一位心理学之父卡尔荣格编撰 被视为精神分析学史上最重要的未出版著作 由荣格本人亲笔书写以及绘图200读页的手稿 荣格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有宗教信仰的贵族世家 童年的僵体生活并不幸福 荣格曾经与弗洛伊德关系很密切 但两人于1913年决裂 荣格心理收创 退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度备受幻觉折磨而濒临崩溃 导致他开始患上精神病 在这段期间他开始写一本新书 整本书是红色的外皮 故称为红书 荣格花了16年制作这本书 据他所说 这段期间他在面对他的潜意识 荣格于1961年去世 此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 其后代拒绝学者们靠近此书 也绝不允许他人过目 直到2009年的9月 全世界仅有荣格的家人 以及弟子共20多人见过这本红书 在此之前荣学家索奴耗时两年 说服掌管家族文产的 荣格外孙乌尔里希同意出版此书 里面有许多荣格去地狱旅程上 与神跟恶魔对话的图 红书被学者认为是疯子的杰作 但也有人认为是无限聚能的书 罗宏特写本是一本内容不明的神秘书籍 全书共448页 内容是由200种字母所写 以当时发现西部都市罗宏特命名 这本天书原本被保存在古斯塔夫伯爵图书馆 直到1838年图书馆被捐给匈牙利科学院 现今收藏在该学院里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 罗宏特写本是以12开的威尼斯纸构成 内页文字约9到14行 内容有类似宗教或是军事之类的87幅插图 其中可以看见十字架 新约和万字的图案 似乎是在描写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 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场景 内容使用的文字种类 比现在知道的任何一种字母还要多上十倍 不过有一部分的记号使用的次数非常的少 因此推测书中的文字并非字母的系统 写本内容的文字和语言都不明 推测可能是匈牙利语 达基亚语或是早期罗马尼亚语和清茶语 此外也有以婆罗米文书写印第语的说法 然而以上的推测都没有证据可以加以证实 此外由书中左边不对称 由上往下顺序的书写结论 得知写本页数的顺序 由1990年代中期 洛克斯曼迪利用电脑分析文字内容 发现了类似罗马字母I的记号 似乎是用来分隔句子 内容可能是在纸张制造很久之后才写上去的 相反也有可能是抄写于更古老的书本内容 根据一名印度人心格的解读法 他认为写本最初的24页 都是将印度语直接印译成匈牙利语 并且是尚未发现圣经经外外书开头的部分 内容是以冥想般的方式开始序章 描述耶稣还是孩童时代的事情 而写本至今无法确定陈述的时间 他的来历到现在还不详 到现在还未被破解 而史密斯菲尔的《法令》这本天书是 1230年中世纪 教皇葛雷·戈里九世命令教会将 《教规法》编撰成的合集 内容涵盖了之前所有的教令 是一本红篇巨著 书中的文字内容并无怪异 但书中的插图却十分的神秘 教令颁布40年之后 这本书的手稿落到了一个英国附上的手中 为了破译这些教义和法规 他聘雇一大批的艺术家 在文字旁边加入了大量的插图 与严明的教令相比 插图内容的奇异怪弹 有庞大的兔子 拿着刀正在处决的人类 灰狼囊着神杖在鸡鸦儿面前宣讲道义 一只体型硕大的蝸牛 正在与骑士决斗 除了这些这份十四季的手稿里 人们甚至还可以发现一个熟悉的人物 就是电影《星球大战》里的尤达 到底是《星球大战》的导演 接见了这份手稿 还是历史的一个惊人的巧合 有学者将蝸牛与骑士决斗解释成是 穷人阶层与富人阶层战斗的隐喻 蝸牛在当时是上流阶层 美丽花园里的害虫 也可以被当作是一种 低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挑战 然而这些解释也只是现代人的推测 创作者并未留下任何的知字片语 另一本《离普利卷轴》 是一位15世纪的和尚 与知名炼金术乔治·离普利所命名 这本树立的内容是他游走欧洲20年来 想要找出炼金术的秘密 虽然原版遗失了 但有23个正确的复制本被保存了下来 这本书的图与文字 是教你怎么制造贤者之实 据说可以把签变成黄金 有些人说这是离普利财富的来源 大部分的人坚信离普利卷轴的记载是正确的 虽然目前没有办法被破解 但只要提到这份卷轴 就会有人说里面记载的炼金术是最正确的 只要遵从里面的方法 就可以将签变成黄金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现实 因为没有人能读懂这份卷轴 物理学家牛顿曾尝试破译内容 前苏联的科学家们发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在一堆废弃的核反应的签壳中发现黄金 经过研究表明 签壳之所以能变成黄金 是因为他们遭遇到核辐射 签原子的原子叙述是82 但遭遇到核辐射后 直接将原子分走三个 就这样签壳变成金子 从真实案例上看 虽然签真的会变成黄金 但由于经过核辐射的黄金 根本无法使用 因为自带的辐射根本就去不掉 所以这个转换不能进行推广 即便炼金术让人向往 但无法破译的内容 点时曾经仍有待研究 聊完以上的神秘天书 大家对哪一本有兴趣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